hello 欢迎学习爬存课程 那么这几个的话我们就跟大家讲一下 这个redis在这个windows操作系统上面的这个安装与启动 好 这个地方来讲一下第一点就是下载 那么这个地方的话要跟大家讲到的一点 就是redis它这个官方的话 它其实本身是不支持这个windows操作系统的 它是指支持这个linux操作系统 当时微软的开源部门 微软的开源部门 它将这个redis移植到的这个windows上面 因此啊 我们不用下载这个因此下载地址 不是在这个redis官网上面 而是在这个微软的它的那个开源的那个加募下面 好吧 这个地方我们来打开来给大家看一下 我能加c复制一份 只要的话打开一下我们的这个云南键 好 找到 找到这个microsoft 而且然后是redis下面啊 找到这个下面 你还得去找到这下面的这个release啊 找到这个release 只要的话再下载你想要的那个版本 比如说我们现在下载是这个msi这个文件啊 就下载这个可安装的这个文件就可以了 下载完整以后 我们就可以进行啊 在windows上面进行安装了 好吧 进行安装了啊 好 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跟大家讲一下这个安装啊 其实这个安装的话也是非常简单啊 但是这当然的话 嗯 也有几个地方需要注意一下 好 我们这个地方来跟大家也是这样 来打开一下我们的这个浏览啊 虚拟机啊 这个地方的话 我是穿起那个windows7的一个虚拟机 然后我已经是把这个release啊 已经把这个下载下来了啊 那么我们这个地方来双击来安装就可以了啊 双击安装然后点一下nest 这里面我接受这个协议点下nest 对不对 只要的话这个地方啊 你可以选择自己的那个安装动静啊 那么因为我这个虚拟机里面的话是只有一块盘 只一个c盘 这个地方的话就必须要选择这个c盘啊 只要的话这个呢 我们啊 这个要把它给勾选上啊 就是添加这个release它的那个安装动静到这个啊 怕死的这个黄金面量当中 如果你不添加的话 那么你以后想要执行这个release的这个命令 你就必须要进入到这个啊 安装的动静下面啊 如果你把它给添加到这个pass下面 那么你就是在samd当中的任何目录下面 你都可以去啊 天 你都可以去 执行这个命令 不得说的话这个地方把它给勾选上啊 好 接下来我们再给next啊 这的话是那个端口号 端口的话 我们让它保持这个6379就可以了啊 release它的默认端口就是6379啊 6379啊 好 那的话这个地方也是添加一个意外图在这个啊 给这个windows放火墙啊 就是说windows放火墙也要在啊这个6379这个端口的话就不会进行一些拦截啊 就不会进行拦截啊 我们再点些test啊 说的话这个地方你也可以去设置这个类存 的那个限制好吧 那么如果没有限制的话 他就不会有限制啊 好 接下来我们再点一下next的 好 这里吧 你再点击直接点击安装就可以了啊 非常简单啊 非常简单啊 好 这个地方我就不去安装了哈 就不去安装了啊 我就把它给关掉 我在我的这个本机上面是已经安装了啊 在我本机上面是已经安装了啊 好 那么安装了啊 好 那么安装了啊 接下来 我们就可以去启动我们的这个啊 revis 的啊 这里面 我们来打开 看一下啊 这里面我们来打开这个东西啊 这个这个cmdr这个东西的话 比那个cmd那个东西更加好用一点啊 更加好一点的 大概的话可以去下载一下吧 到网上去搜索一下cmddr啊啊 哎可以到这里面去下载下载这个啊下载这个软件啊 他比我们那个啊 vindos自带的那个呃 7d那个东西更加好用一点了 好 这个地方的话我首先啊进入到那个什么呢 呃 我们这个地方好 我们要去执行啊 要去运行我们这个要去启动我们这个redis这个服务器 那么你启动这个redis的服务器的时候啊 需要给他指定一个这样的配置文件啊 需要给他指定这个配置文件啊 那么这个地方啊 我们就呃进入到这个什么呢 redis他那个安装工具下面啊 呃这里我打开来跟大家看一下吧 在这个redis哈 如果你安装完整鱼 如果你安装完整线里以后啊 那么的话这个redis他就会安装这些东西啊 就现在是安装的这个东西 实际上的话啊 跟大家解释一下两个命令哈 第一个命令是redis干server 这个的话是启动那个redis服务的啊 redis干cli.exe 这个是专门啊 是一个连接redis的一个这样的客户端好吧 只要这个是那个什么呢 redis他的一个这样的配置文件啊 那么我们在运行的时候 你可以给他指定一个配置文件啊 这个配置文件的话 我们也可以来双击他打开 这个里面的话有很多配置啊 有很多配置好不好啊 那么这些配置啊 有到到 距离就到这些配置里面啊 距离怎么用 我们其实不用太关心啊 我们只要关心我们想要的那个配置就可以了 好吧 想要关心的那个配置就可以了啊 那么呃想要想要关心哪些配置这个东西 待会我们会放到下几个当中跟大家讲啊 好这个地方我们首先先来到这个目标下面啊好地盘 好 那么我们现在是进入到这个啊 redis这个安装目标下面的对不对 那么接下来我们redis-sev-se 然后这再给他指定这个redis他的这个配置文件啊 redis-windows-cov个啊 cuf啊这样的话我们的这个redis就相当是已经启动了啊 就已经启动了好 这地方我们再来添加一个什么呢 再来添加一个啊窗口啊 这样的话我们可以什么呢 sample d啊不是不是sample d啊 是redis-cli啊 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连接到这个redis里面去的啊 这个是啊 连接的是我们本地的127.0.0.1 然后是6379对不对 比如说我们啊 cata use name啊是那个abc对不对啊 get use name啊 这样的话就可以把它给读取出来了啊 好 那么这样的话我们就是啊 在windows上面安装 安装这个redis啊 以及启动这个redis啊 以及啊 我们使用这个redis-cli啊 去获取我们就讲到这个地方 好吧 就讲到这个地方啊 好 然后的话我们这里边还要跟大家再讲一个东西哈 就是我们的这个 redis gui的一个这样的界面哈 就是我们之前在讲mango在讲mango的时候 我们都有一个这样的 可视化的一个就是一个图形化界面去连接redis 对不对 那么其实在我们的这个啊 redis里面他也有啊 那么这个东西的话叫做什么呢 叫做这个地方啊 叫做 或者我把把它给最小化一下吧 叫做redis干redis desktop manager啊 大家的话如果没有安装的话可以去安装一下这个地方来搜索一下啊 redis啊然后是dsktopmanager啊可以去下载一下啊 好 好 大家的话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去下载的话下载个啊下载个啊好下载完了以后你就可以来双击来打开去连接这个redis的对不对双击来打开啊 好 好那么这样的话呃如果你刚刚开始啊进来啊这个地方的话它是提示你没有连接的那么的话你这个地方要新建要连接到那个redis服务器啊 这样的话你在你在连上redis服务器的时候只剩只剩那个ip地址哈是127.0.0.1 这样的话那个端个号的话就是6379啊就是6379吧 比如说我们这个地方新建一个连接啊 那个内部你随便取然后是host的话就是本期啊然后pods的话就是6379对啊这个授权的话可以不用给了吧好这样的话就可以连接上去的连接上去以后我们双击打开啊这个redis下面的话默认就有16个这个数据库啊是有16个数据库 这样的话我们之前的话我是已经把一些数据已经存储到这个里面来了对不对 而且大家是不是可以看到我这地方啊这个newstem是不是已经被存储到这个里面来了对了已经被存储到这个里面来了啊好那么这个的话就是我们这个redis 他的一个人的gui界面啊叫做redis desktop manager吧大家没有安装的同学啊可以下载安装一下啊下载安装一下好吧好那么这样的话我们的这期课程就讲到这个地方啊感谢大家